大家好 我是何文堯 今天的節目要讓大家發現 其實我常常在用這些所謂的電腦軟體 它衍生出來的鍵盤也好 滑鼠也好 其實是有相得益彰的功能的 我們來歡迎今天的3C達人 來自於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的 產品行銷資深經理 吳建宏 宏哥 大家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宏哥 其實今天你來節目當中 也真的讓我感受到這個Microsoft厲害的地方 好 怎麼說呢 觀眾朋友你們一定知道 最常大家聊天的MSN 是微軟的 或者是我們用的這個Word 也是微軟的 Excel 這個牌子很大啦 那這個公司真的也很賺錢 股價很高 這個可能就要問我們的BearGate 不過我覺得今天的節目當中 雖然我們介紹給大家的是 大家很熟悉的滑鼠跟鍵盤 甚至還有Webcam 裡面其實有很多很科技的概念在裡面 對 那我想說其實很多消費者呢 用電腦他就是已經用很久了 可能大家比較注意要挑的 會挑說我的CPU要用多快的 我的顯示卡 音效卡要用多好的 那反而可能對於他每天在使用時間 最久的鍵盤滑鼠 反而最不挑 那我想說很多觀眾應該都有印象說 他可能到光華商場 挑一隻99塊的滑鼠 或是99塊的鍵盤 那其實呢 鍵盤滑鼠在設計上面呢 會有很多在功能上或是理念上的一些革新的地方 那我想今天呢其實我們帶了一些 微軟最新設計的商品 那我們可以介紹一些很多全新的一些概念 或是功能 可以分享給我們的觀眾知道 我覺得今天洪哥帶來的一個特色地方 他是由他的軟體延伸出來的 嗯 對 那麼這個也就是Microsoft 最大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洪哥說分成兩個部分 先我們先來聊就是一般行動 大家用這個手提電腦 對 這個手提電腦延伸出來的一些 比較特色的滑鼠 滑鼠 先講滑鼠 沒問題 聽說滑鼠叫小龍包是不是 是的 這個呢其實我們根據造型來看的 因為當初我們的產品在上市的時候呢 我們邀請到國外的訪客來 就是研發這個產品的經理來 那天晚上我們就當然帶他去台灣最有名的鼎泰豐啦 他看到那個湯包呢覺得說奇怪 怎麼跟我設計的滑鼠長得蠻像的 對啊 所以當天我們就說 這個名字不錯 就叫小龍包 好 我知道現在滑鼠重點是人體工學 是 我想說呢 人體工學最主要的當然就是 讓消費者可以用上面呢 會用得更舒適 那其實呢 不管是在台灣或是在美國 其實我們都有所謂的 所謂的工作災害的一個研究的報告 那就以美國為例好了 我們發覺了美國 真正在使用滑鼠上面或鍵盤上面呢 因為長時間使用 大概一年的時間會得到所謂的工作傷害 大概會有六成到七成的 所謂的在職場的工作者 會得到所謂的工作傷害 所以微軟特別注重這一塊 所以我們設計的所謂的一系列 會有人體工學設計的一些滑鼠 其實人體工學從畫面當中大家看得到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弧度 對 那我想說不管是從滑鼠或是從鍵盤 都會有一些比較特殊的理念 來陳述所謂人體工學的概念 所以說對於可能在日常 在生活當中使用的只是一般的滑鼠的話 他第一眼看到所謂人體工學設計的商品 他會覺得說這個產品長得滿怪的 好像說是不對稱或是怎樣 他會覺得說有這樣設計的一個感覺 除了人體工學之外 你認為你們研發出來的滑鼠還有什麼特色嗎 好 那我想說微軟在產品設計上 我們希望給消費者一個最主要的就是說 它不只是一個所謂的滑鼠或是鍵盤的商品 那我們說是讓消費者呢 可以在使用一個滑鼠上面呢 他可以擁有很多的功能 我們就今天舉例來講 就像文耀你拿到了今天的小籠包的滑鼠 它雖然我們定位上面它叫做一支滑鼠 可是它的一個接收器上面呢 它有附一個所謂的一機的隨身碟 那我們知道今天消費者呢 他在用電腦在用筆記性電腦上面 帶著隨身碟跑來跑去的比例其實是越來越高了 那今天的消費者 他可以同時用一個接收器 那又有隨身碟的功能 他就可以把重要檔案存在上面帶著跑 我知道因為現在滑鼠大部分是以藍牙為主 你說那個藍牙接收器接上去之後滑鼠就可以用 而那個接收器本身又是1G的隨身碟 隨身碟 是的 隨力你就不需要再佔一個USB的插槽去 所以這個跟這個是一組 是的 那這個呢 這個本身它就是一個藍牙滑鼠 所以它可以跟你的電腦裡面 如果電腦已經有藍牙的話 你就不需要再插接收器 這個就不需要插接收器 是的 而且這個注意看喔 這個其實是滑鼠的底 底部 對 那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它跟一般的滑鼠的底部好像不太一樣 一般滑鼠的底部可能就是光亮亮的一面 然後只有一個電磁的插槽而已 那今天我們看到這支呢 微軟我們把它叫做說一個簡報滑鼠 它是可以當簡報器來用的 對 那其實呢消費者我們會發覺到 我們今天看到一個狀況就是說 今天如果我們今天出去做一個開會 或是簡報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帶一支滑鼠 又需要帶一個簡報器 那我們今天呢 就把簡報器跟滑鼠的產品呢 整合在一起 就非常好用 洪哥我自己已經玩起來了 嗯 怎麼用 好像有一個開關要推上去是不是 對 那我來試給各位看 好那我們現在其實已經開關開上去了 對 那我們今天看一下電腦螢幕好了 開電腦螢幕 好 好我們今天呢我們在做簡報的時候 我們一定是把整個螢幕放到 整個大螢幕這樣子 那這個應該蠻簡單的吧 就這樣按一下就有了 好那我們今天看到 真的耶 對啊你會看到有那個 你看我這樣按一下再按一次 就會跳上一頁下一頁 怎麼沒有 來我來示範 好你來示範好OK 有了有了有了 有了喔 對 剛才是他稍微不聽我的話 再來一次 有了耶 對啊 那你會看到中間有一個那個長的像光的那個暗點 這個嗎 對那其實它是一個雷射筆 這一個雷射筆 對你會看到 喔我懂了就是它有一個紅點 對對對 像我們常在簡報的時候會提示重點的時候就會打到螢幕上面 就會有紅色的重點 所以畫面當中這個是可能是往下 這是往上 這是聲音增加 這是聲音減少 對 這個是所謂的重點的一個紅點 點的提示 那個是可以把螢幕隱藏 你可以按一下看看 好那我們看一下螢幕好了 好 欸 怎麼沒有 沒有嗎 來我來示範一下 該不會拿到紅哥手上才恢復正常的 好我們今天來試一下 好我們今天按下去 對 他跟我作對 對對對 因為這老鼠是我養的 不過真的很酷耶 我的印象當中滑鼠不就只是滑鼠 是的 滑鼠不就只是有增加人體工學比較好握嗎 原來它可以結合所謂的投影筆 是的 因為我們考慮到 一般的一些所謂的行動上班族 你可能一個 一個Notebook包包裡面 你就可能需要塞一支滑鼠 然後再塞一個手機 再塞一個什麼簡報器 可能一個包包就裝得很大的 那我們今天一個滑鼠可以把很多功能整合進去 所以今天消費者呢 他只要帶一支滑鼠 就所有的功能都有了 對他來講我想說 這樣消費者應該會更容易 帶一個東西 而不會掉東掉西的 了不起 對 另外有